我們是堅持 我們的青年一向所告文的傳統 民宿的書 告文一代 漸漸 大家要走進來 一直沿沉下去 這樣子 比較有辦法讓我們八家鄉誇揚王大 這是我們國內八家鄉第一次的新傳獎 你個人有什麼感覺 我個人的感覺就是 我們是覺得我們很幸運 我們很感動 因為這個 所有台灣傳送的八家鄉 都是我們新 都是很優秀 我們國家新傳獎第一次到獎 就是我們八家鄉可以來丟國家新傳獎 而且我們蔡上遠先生 是我們北港町第一次到獎的團體 所以八家鄉一般在社會上的印象是更負面 但是經由這次我們國家的認定 這有一個教化的作用 這次可以丟到我們國家的新傳獎 可以說是死至名貴 當然未來要提電我們家鄉文化 騎到公佈門 一定會賦予利 來跟他們協助 協助他們將我們的家鄉文化發揚 謝謝